我不知道我在這個世界上做什麼 我想不到 幫不到這個地球 我還在虛耗她之緣 睡不著覺 其實吃什麼都沒什麼所謂 不死 到現在都記得 我都不認識她 我當然知道她是誰 我都不認識她 為什麼你要這樣說 自己輸到我運氣 後悔窮信我的儲備 借願悠心間竭力氣 前聖夢一姐Hannah 2017年加盟TVB聖夢娛樂 一直受到時任CEO學哲圖力捧的她 最好記錄試過一年獨唱7首劇集歌曲 2018年至2020年 Hannah更加連續3年贏得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最受歡迎雷歌手大獎 誇張點說句 那段時期的Hannah可謂是風頭一事無兩 不過自從曾智慧回潮上任TVB高層 何至屠羽永山兩夫妻齊齊拜酒之後 Hannah的一姐地位也隨之成為過去式 智慧一向都拒絕獨大 希望TVB百花齊放 所以近兩年 大家會見到多了不同的歌手亮相TVB 反而Hannah如今的出鏡率就是少之又少了 近日有巴打在論壇發文討論這件事 你一句我一句 有人甚至笑Hannah的歌手生涯已經玩完 唉 認真夠傷了 有記者就這件事聯絡Hannah採訪 對於被子遭到TVB冷落 她完全否認還透露自己最近很忙 事關即將要準備出新歌了 Anyway 加油 來 加油 來 加油